索尼PlayStation游戏展发布了新掌机 不过索粉们别高兴太早 不是你们期盼的新款PSP 而是一个串流掌机 简单的说 它就是一块屏幕 再加上一个PS5手柄 它不能单独独立的玩游戏 只能显示游戏画面和输入游戏指令 通过WiFi网络 玩家里边的那个PS5游戏机 应该可以远程给PS5开机 值得注意的是 这个掌机在我们这可能还用不了 因为目前港幅的三档会员 砍掉了串流游戏服务 但是美幅和日幅 人家三档会员有串流玩游戏这个功能 说说串流 我尝试过在手机和电脑上 串流玩家里的PS5游戏 在同一个网络下可以用 但是体验很差 那个画面经常出现马赛克 受网络影响很大 估计和它那个主服务器在国外是有关系的 我们在国内没有串流或者本地串流效果差 根本不是硬件问题 各位可以想一想 我们用手机可以随时随地的看蓝光电影 那个下载速度是很快的 延时也不是问题 像王者农耀 多人随时随地的对战都这么多年了 要是有延迟问题早就解决了 如果索尼想在国内做串流游戏 是没问题的 只要他想做 把主服务器放在国内机房 我们玩家可以通过手机或者索尼新掌机 随时随地的玩PS5游戏的 我忙猜一下索尼新掌机的价格 一块8英寸的屏幕 1080P60Hz 算300块钱 一个PS5手柄算400块钱 再加上其他一些零件和利润 1000块钱不能再多了 这颜值 这价格 这服务 你会买单吗 另外索尼还推出了一款新的无线耳机 兼容PS5和PC 可以用蓝牙方式连手机 说是用的新一代的无线连接技术 不会影响手柄的无线传输 而且还提供了低延时和无损音质 这个还不错 300块钱不能再多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